好啦 我們還有什麼問題 來 我們看 感覺快感冒了 補充維他命C就可以預防嗎 是嗎 請舉牌 是喔 我覺得應該是 天天都要補充維他命C 但我覺得它不是可以預防 但是可以稍微的 讓你 不要那麼嚴重 之類的 因為大家不都說 感覺好像喉嚨有點癢癢的 趕快喝那個熱維他命C嗎 小朋友快感冒的時候也會喝 是喔 但我有一次感冒經驗很可怕 就是 那時候就發燒好幾天 然後一直以為只是一般的 流行性感冒 所以就是 就是一直不管它發燒 就是一直忍忍忍 然後後來去 忍到不行了 就是大熱天的發燒 然後整個人都在冒冷汗 然後後來去急診室之後呢 護士都覺得很奇怪 你怎麼燒這麼久 然後打那個退燒的都沒用 然後就去幫我驗了 他發現 你不是一般的感冒 你是A流 然後那時候急診室 旁邊不是都坐滿人嗎 一聽到A流 全部往外彈開一公斜 又彈的 真的喔 就彈開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虛弱 然後想說 彈的A流什麼樣很嚴重是不是 然後就那個時候 其實A流幾乎比COVID還要嚴重 因為很多年輕人都是這樣子走的 我連續一個禮拜發燒住院 然後甚至還肺靜潤 就是去照X光的時候肺部有那個白白的線這樣子 很可怕 然後那時候還在主播台 連續兩個禮拜都休假 然後我後來去想原因 就是那個時候有去跟朋友去KTV唱歌 可是我就只有出去過那一次 所有的朋友都沒有得 然後同事家人都沒有得 為什麼只有我得 我到現在還是想不到原因 這種其實在醫學上眾所紛紛 有人支持 有人反對 那我個人先去打茶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 當我開始有症狀了 我開始補出維他命C 能不能預防 預防就是預防感冒 有症狀代表你已經被感染了 是 來不及了 對 那回過頭來講就是 好 那我平常 我每天吃維他命C 能不能預防感染 這也是眾所紛紛 我們知道能不能被感染 兩個條件 一個是有沒有被暴露 你有沒有接觸病毒 第二個你接觸完之後 你的免疫力好不好 免疫力好不好 會代表你的症狀 會不會有多嚴重 免疫力好感染 或許沒嚴重 但其實你有沒有症狀 其實最重要的 其實不是維他命C 其實是你的免疫力 加上疫苗 像是COVID 你說我不打疫苗 疫苗太可怕 我就每天吃三倍的維他命C 而且沒有用 真的沒有用 所以基本上說 你每天吃維他命C 能不能預防感冒 其實基本上研究上 不會說 因為你每天吃這個東西 就不會感冒 但是有部分的研究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感染之後 你在早期多補充一下 維他命C 它會讓你的症狀減緩 或是你的這個 有症狀的時間縮短 所以就剛剛講說 為什麼比如說很多 普拿疼 綜合感冒藥 裡面就喊維他命C 剛剛又講流感 我個人有一個護理師的同事 他每年基本上 都有打流感疫苗 打完之後 他有一段時間就工作 當然也開始有感冒症狀 就開始發燒 奇怪燒了48小時 那個燒其實還是沒有退 他說怎麼辦 就來醫院看一下好了 如果他在看的時候 我們就照個X光片 一看 X光片就很明顯可以 很明顯 結果一測 流感又是陽性 所以打疫苗不代表 完全不會 他還是會 可是他只是發燒 他並沒有傳 X光片的嚴重度 比他臨床更嚴重 所以像這種情況 我們就給他打了一個 我們叫客流感 是用吃的 那些有一些抗病毒藥 是用打的單一劑量 我只要打一包 打完 基本上療程就結束 所以打完之後 他後來 稍退之後 他也沒有住院 後來就採門診 追蹤 休息也好 跟觀眾朋友特別提醒的 說感冒的症狀 不要輕鬆 我們常常看的新聞說 感冒後來變成了病發症 什麼情況 你要掛急症 比方說你的痰很多 不僅多 又粘稠又黃 基本上這個已經不是感冒了 感冒是上呼吸道 這個已經到下呼吸道了 所以這個已經變成 支氣管肺炎 或肺炎的可能性就出現了 所以痰如果真的很多 又黃又粘稠 這個你可能要看一次 如果不舒服 也要掛急症 第二個 高燒超過48小時 一般感冒 第一個很少高燒 如果你是高燒的話 它可能是流感 它不是感冒 那更有可能說 你這個燒事成功 持續燒48小時 那這個流感機會會更高 而且甚至有可能 流感引起病發症 比如說剛剛講的 我們護理師肺炎 好 肺炎 那第三個 喘呼吸困難 那這個很明顯 第一個 它可能是別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 你一開始就是流感 就算是感冒好了 你可能有一些糖尿病 慢性病 很多的共病 它已經引起肺炎了 要不然上呼吸道 它不會喘 下呼吸道 它也不見得會喘 那如果你本身 如果有喘跟呼吸困難 那這種誰都知道 一定要掛急著 這一次的那個COVID 我已經確診過了 可是我無病狀 我不知道跟那有沒有關 有關嗎 我們知道COVID 新冠和流感 它是兩個不同的病毒 那流感裡面 又分很多什麼A流 B流什麼很多流 那就算是A流 它每年也一定會有一些基因變化 所以為什麼流感的這個疫苗 每年都要打 所以並不是得過流感 我就免疫了 沒有啦 像我也打了流感疫苗 這兩天就有點小感冒 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是那種 什麼A流 或者其他人都是 他只是打完疫苗的那個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要中也是我選人 好不好 今天做個呼籲好了 因為這一兩年 人打 一般的民眾打過太多疫苗 真的 或比打過三劑 四劑 五劑都有 所以像今年流感 流感 我們很多人想說 我今天打這麼多 我覺得流感就不打了 這個不會互相交叉保護 所以如果你是年紀大的 或是符合這個 公費流感注射條件的民眾 這個呼籲一下 要去打 要了 要了 很多時候你以為是感冒 但不一定是感冒 就是我有一次過年期間 真的是超嚴重的重感冒 我會一直咳嗽 半夜咳到會起來吐 就完全停不下來 但因為我爸爸 自己是夾醫科的醫師 他有開藥給我 也幫我看了喉嚨 他說你這個喉嚨 只是輕微的發炎 就一點點紅紅的 就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會 就這麼的嚴重 然後後來我就去看了中醫 然後中醫看我的氣管也說 你這個就是輕微的小發炎而已 一樣開中藥給我 也沒用 我後來整個就是去求生拜佛 因為我病到一個多月 兩個月都沒好 你為什麼好不了 我整個過年是躺在床上 根本沒有辦法起來 因為太虛弱了 然後我還吃素 還去放血 什麼都做 最後我一個朋友 他就推薦我去板橋看一個中醫 結果他一把脈就是說 你這個是尿毒引起的 很神奇 超神奇 他問我說 他說你是不是憋尿 我就想說 我是很愛喝水沒錯 然後因為冬天很冷有時候 我不太想要去上廁所 會突破比較久 的確有憋尿 然後他就說我這是憋尿引起 然後因為他會看你身體 哪個部分是比較虛弱的 像我可能就是氣管比較弱 所以他就攻擊你 攻擊我氣管 所以我反應在咳嗽上面 但其實我並不是細菌 或病毒感染到氣管 但是他就是開了他的中藥給我之後 我吃了三包中藥就好了 可能因為他越多也差不多看 真的 對不對 像其實剛剛一芬有提到 女生真的是不要太常憋尿 只要有尿液就盡量就要去上廁所 不然會很容易有發炎的狀況 那我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快感冒的時候 像我自己平常是快感冒 我就會補充維生素C還有心 心要怎麼補充呢 主要就是海鮮類的 或者是蛤蜊 牡蜊這一些 我自己平常就會去吃火鍋 然後就是點牡蜊鍋 那通常我覺得都滿有效 尤其是快感冒才有效 但如果你已經感冒就沒有效了 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大概三天後 就是有一點點症狀的時候 那我吃那健康食品 那個營養品可以嗎 心 可以 一定要吃到牡蜊吧 也可以 這牡蜊要吃多少 可以 但是男生吃那個 不是會有一些 不開心的狀況 是 但是房間說的 哪有可能 現在很多保健食品 也是賣C加心 那種也可以 都是賣海鮮這樣講的 就是有一個女生 她帶了抹片報告來給我看 說上面是什麼 非典型細胞 我說這個我知道 就是 那怎麼辦 非典型是什麼意思 我說跟非典型肺炎 那沒關係 非典型細胞就不太正常 我們正常細胞叫典型的 這是不典型的 那我說你現在做個病毒檢測 如果病毒有的話 我就幫你做切片 如果沒有病毒 那應該是抹片看的 比較超過了一點點 所以過度診斷一點點 沒有關係的 結果她就 兩個禮拜之後就回來 那時候我第一次 我就覺得她不死的咳了一下 這兩個禮拜之後回來 發現她還在咳 那報告我說 這個有病毒 你有那個致癌的病毒是有 但是不會是癌症 不要緊張 頂多是癌前病變 我可能要做切片 她說可是現在月經來 我說那不行 那你再等一下 兩週之後再來 所以等於是距離第一次 已經一個月之後了 那她還在咳 我說奇怪 你怎麼咳這麼久 她說也不知道 我感冒 我吃很多維他命C V 克補什麼 通通都吃 然後什麼飯碗都是 那你找醫生 中藥西藥都吃 都沒有效 我說這個我覺得奇怪 你咳這麼久 凡是一個病 我覺得只要超過兩週 都沒有改善 我覺得你應該要 仔細看一個醫生 我建議你去看一下 胸腔內科 你既然到大院來 胸腔內科 檢查 做血清血 血清血診斷 梅漿菌 梅漿菌是一個 我知道 我老婆有得過 我得過 梅漿菌一直咳 他咳很久 都一直以為感冒 對 他可以像 就是他也是一個呼吸道感染 沒有錯 但重點是他 他對很多殘養看錯 是沒有效的 他沒有細胞B 他是一種微生物 但沒有細胞B 所以我們常用的 什麼佩尼西林 安比西林 什麼頭包式 菌酥什麼通通都沒有用 就是紅梅素 跟一種叫日酥梅式 而且他那個療程 一定要吃完 對 但是現在那個單一科的 那個要三五天就好了 所以結局是 去看了專家 很快就知道答案 那邊咳 你知道這個咳有個大問題嗎 他那個排菌的時間 可以長達三四個月 可以一直傳染給別人 是喔 所以還是快點去就醫 對 所以九咳不好 剛剛鄭醫師講這個 是真的要去檢查 是不是這個 什麼姜 梅漿菌 他不是梅菌 是 那也要像鄭醫師這種 會觀察你別的 如果他看到你還 副長哥看到梅漿菌 會還看到胸腔 對 我們都會要關心整體的那個 是 就像家裡面生活都會關心 我們二十多年前你知道嗎 我開始到二三十年前 副長哥 美國副長哥醫學會 就要我們說 請你內診的時候 注意婦女身上有沒有遺青 有的話可能是家庭暴力 家暴 轉給那個情況 所以他轉給社工 所以等於說 希望你看人 不要只有看一個病 看到整個人的狀態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或許 或者他私底下是一個 難搞的廢物 喔 不要哭啦 看到你 要更新 就是現在 脖泡 就站在這裡 一副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不要哭啦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東森娛樂台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